蔡壁如完全得了柯文哲的真傳 就是說他們其實都同一路人 那事實上蔡壁如不過就是柯文哲 口中這些都是養的狗 那所以幫著主人家在那邊對外狂吠 這是蔡壁如應該做的工作 那講到沈慧紅 他過去一直是從 他一直就是公務員 然後一直在交通這個領域 因為他就是專業科系出來的 那所以在2014年 當時柯文哲要選市長 靠的是民進黨組成的團隊 當時還到台大醫院地下四樓 去幫柯文哲上課等等的 而且當初的這些城市規劃 交通等等的這些東西 都是由張景森去call了一個小的團隊 然後這個小的團隊就幫著柯文哲 給他上課 告訴他接下來要做什麼樣子的城市的破話 交通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形成了政策白皮書 而沈慧紅當時就在那個 這個顧問小組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且沈慧紅的專業是連黃珊珊都稱讚 黃珊珊在一個月前在台北市議會備詢的時候 是公開稱讚沈慧紅的確是一個專業的交通人才 那這幾年其實對於新竹的發展表現來說 當然是當然是讓人這個眼睛為之一亮啊 那但是這個沈慧紅現在要接棒這個林志堅去選新竹市長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應該牽涉到選戰的一些策略 所以你看沈慧紅跟這個高宏安 高宏安完全抓住沈慧紅 那沈慧紅也沒有放過高宏安 看起來是雙紅之戰 那所以請問國民黨呢 國民黨提到哪裡去了呢 我覺得選戰策略上面的確有 國民黨可能就被放到邊邊去了 對 就放到邊邊去了 然後所以我覺得的確是有一些選票上面的 競爭上面的考量 這個高宏安一定也很開心啊 太好了我就抓準了沈慧紅一直打 完全可以搶到藍軍的這個票嘛 那所以對這個高宏安來說是有利的 那這個高宏安我覺得他比較可憐的一點就是 他不是今天有一個大型的記者會嗎 就正式出場了 要參選這個新竹市長了 然後請到了柯文哲黨主席去嘛 你知道柯文哲在致辭的時候講了些什麼嗎 他講說這個高宏安是上帝 就是老天爺有眷顧的人 因為他碰到了我柯文哲 也就是說你這個候選人啊 我跟你講其實沒什麼啦 重要的是我本人柯文哲 就是說什麼都是他 黃三聖也要謝謝他 太鼻舞也要謝謝他 大家都要謝謝他 那你這樣是害了高宏安吧 就是你完全沒有辦法凸顯這個人的重要性 他的能力 他的特色 因為他碰到了你 那你去選啊 你去選新竹市長啊莫名其妙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都是民眾黨自己 有怎樣的黨主席就會形成怎樣的政黨文化 所以如果柯文哲這麼的重要 因為大家都是碰到了他才有今天 那你們大家全部都不要投票給這些人 因為他們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柯文哲 你們大家就打開選票上面 自己寫一個柯文哲 就邏輯上面是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柯文哲的這個種種做法 其實都是忘恩負義 過何拆桥 如果今天是別人的功勞的時候 你當然應該要感謝人家過去的努力 和付出 共同成就的一個 讓你享受掌聲拆掉忠孝橋 然後讓你北門再現 後來臺北市政府還出了那個攝影集裡面 北門再現的那個那個西區門戶計畫 拍得多漂亮啊 那個應該是金牌林幫他拍的吧 還出了攝影集呢 有這麼好的一個政績 怎麼可能會是你一個人天眾英明 那當然是一個團隊 共同的這個這個破壞努力 然後去執行嘛 連這樣子的東西 他都他都要全部攬在自己身上 所以可見這個人的人格 有多大的問題 很合理啊 他說高鴻安會出來也是要感謝我啊 所以他現在攬工在自己身上 也是沒有很合理的事情 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間點6月16號 因為當時民眾黨還沒有來提名高鴻安嘛 所以大家也說黃珊珊這句話 一定是真心話 沈蕙紅接棒林志堅來選新竹市 黃珊珊說無能能出其右 好黃珊珊怎麼講呢 他真的是對沈蕙紅讚譽有加 他直言說他不只是一個傳統的公務人員 更直言沈蕙紅並不是政策的執行者 還是政策的破壞者 那當然現在蔡壁如開始來破污賊戰了嘛 沈蕙紅其實蠻難過的 他說謝謝選舉教會我的事情 原來不是每個人都善良 好我們要請教擁紅議員 因為裡面包括了不只是中校橋引到的問題 好包括西區的門戶計畫北門在線 他說公車路網應該重整 第三他說柯文哲先生 應該體驗機車族的真實情況 親身了解才知道怎麼樣提升機車族的行車環境安全 我們知道沈蕙紅在交通經驗非常非常的熟悉 非常非常的了解 所以你看到在2015年 柯文哲要打選戰的時候 才會有這張照片 柯文哲坐機車考察試證 網友感動大戰 說是世界奇觀 那現在柯文哲怎麼都忘記了嗎 怎麼都變成功勞 都是自己的嗎 我覺得柯文哲這個人就是刻薄寡恩 他這個人就是都是自以為是 然後覺得是全世界欠我的 是你們有幸遇到我 你們被上帝眷顧了才會遇到我 所以不管是這個黃珊珊也好 不管是高雄阿雅 幾乎所有人都是有幸 那我必須要 首先我要在這邊代表民進黨 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們確實 那時候我支持過柯文哲 我們感覺非常的痛苦 支持他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 也沒有感覺是被上帝眷顧的人 現在更加痛苦 因為他完全忘恩負義 我就要幫沈蕙紅好好地講幾句話 2014年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還是什麼 就是不過是一個台大的醫師 急診室的主任 然後他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我還記得他那時候出去跑 通常說一個人從計程車下來走進去 然後一個人走出來 後來民進黨的人開始在幫忙他 組了很多團隊 尤其很重要的政策團隊是誰組的 是張景森組的 那時候張景森組了一個團隊 非常多的學者專家 在裡面 當然包括了這個沈蕙紅 沈蕙紅那時候是在交通部工作 所以他必須利用下班級假日的時間 包括了交通專業 然後這個都發的專業 這個文史記憶的專業 以及你對於這個空間的印象 想像結合的歷史脈絡 這些專業集體的意見提出來的 而且他也沒有獨覽 他說事實上要整個西門的門戶重改 是從大概是八零九零年代 就開始有這個想法 只是大家逐漸的累積跟堆疊 把這個政策形成 那你二零一四 最好你柯文哲知道這件事情 你那個時候是出門還要坐計程車 多少民進黨的人 那時候來幫忙你 然後多少民進黨 或者我們親綠的 應該說支持改革的學者集結起來 多少人去幫忙你 然後你今天 你不承認就算了 你還要讓一個蔡壁如來去罵人家 說是是惡霸 這個是不是太誇張了 我覺得整個民眾黨真的是 就跟著一個 這要上梁不正下梁歪 柯文哲就是一個柯博寡 然後他一個完全是 這個言語前後矛盾的人 每天都是黑龍誠道的人 我必須講這件事情 蔡壁如真的要很慎重去跟 沈蕙宏道歉 因為你是在污蔑一個人 即便到了這個時候 你看沈蕙宏臉書 他還只是講說原來 原來選舉才讓我知道 不是每個人都善良 他也沒有去反罵你 但是他很委屈 因為這件事情 他並沒有去說 這個都是我提出的 他不是這樣講 他也講了是一個團隊 也還原了那個歷史事實 那大家再回頭去想 二零一四年要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一開始 真的是沒有人在幫他 那你今天不但不感謝人家 你還去說人家是 是這個 是惡霸 惡霸原外 票竊原外 對 惡霸 票竊 當然我覺得他故意的 他用票竊的目的是 他還要再去連結說 你看你們新竹這幾個都票竊 你們林志堅也是票竊 論文的事也票竊 那你說這個 北門這個事情 也是票竊我們的 他其實是想要做到這種印象 去幫高鴻安來拉票 那我覺得這樣的狀況 最後不一定能夠發生 他們所期待的 因為事實都擺在眼前 但我覺得他們 就是要玩一個叫什麼 就三人成虎 反正我一直說 讓我的網軍 一直到處去POPO 鋪天蓋地的PO PO到大家覺得說 好像這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事實終究 勝於雄辯 最終人民會是知道說 你柯文哲在說謊 我記得見你 更多人的 我記得這幾個都 我記得我記得 你還是要做到那些 你還是要做的 你還是要做到那些 你還是要做的